一声呼哨声响起 从长街两旁的民宅之上 跃下了几个黑衣人 冲进了那群权贵子弟的队伍中间 煞时间将这些纹固的队伍冲得散了 几年小组的人 毕竟是常年工作的探子 出手很有分寸 只是向着对方的马匹招呼 一时间那些少年们便纷纷落下马来 但让范贤一行人感到有些惊讶的是 这些少年居然没有跌堕余地 而是有些狼狈地站到了地上 看来这些国公府上 对于下一代的武力教育 还是比较有成效 信号信号你妈的 给我砍了他们 领头的那位少年 不过十四岁左右的年纪 眉眼间却尽是一片凶悍 看见对方忽然多了几个人 却是根本不惧 他们这些少年在京都横行久了 哪里怕过人来 手里拿着刀就往身边 最近的一位黑衣人身上砍了过去 刀是净为阴险狠辣 这名范贤的下属知道这些少年的尊贵身份 看见对方胸腹处大开 却是一时不敢递刀过去 明明对方年纪如此小 怎么却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 他侧身一臂 却左肩一凉 被划了一道血口子 那少年狂妄笑道 这些人知道咱们的身份 不敢怎么滴 兄弟们 尽情地杀吧 这些少年们人数众多 就算是大象也禁不住蚂蚁馋 更何况 起年小组里的这些人 都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方便下重手 而少年们却是横行街头惯了 心知朝廷的这些人 看在自己的爷爷们面子上 根本不敢对自己下死手 所以借着这机会 用同归于尽的搞法 而且自身颇有实力 一时间竟是搞得 起年小组手忙脚乱 虽然也有些少年 被起年小组的人打晕了 倒在了地上 但是两方基本上 还是个军事 刀剑之声 枪枪作响 在这夜色笼罩的 长街之上响着 执着火把的下人们 也靠拢了过来 微有光明 脸上带着鄙夷的神色 根本不怎么担心 马车里的范贤 看着这一幕 面色渐渐地沉了下来 他知道 起年小组身为 自己的贴身侍卫 就算武力不如 高达那批虎卫 但对付这些权贵少年 还是绰绰有余 只是这些监察院的官员 终究还是服务朝廷久了 对上这些星号星号星号 游侠儿 有些放不开手脚 虽然明知道 下属们 是怕为自己惹麻烦 起年小组 就算拼着自己死 也不可能让这些少年 真的动自己一根手指头 但看着自己的亲信 打得如此窝囊 而那些少年如此嚣张 他心里十分不爽力 就像是前世的时候 米兰被利物谱翻盘时的窝囊 感觉一样 扯淡 范贤走下马车 有些恼火地骂了一句 声音里夹杂着他如今霸道至极的真气 传遍了长街之上的战场 被分隔城挤出的战团 被这一呵呵地暂时停止 起年小组 起年小组的成员趁着这个机会 退到了马车旁边 不过是出一遭逢 便已经有两个人挂了彩 鲜血从他们的身上流了下来 一方面是起年小组不敢下手太狠 一方面也是那些少年们下手太狠辣的缘故 竟是刀刀朝着要命的地方在捅 范贤看着自己的下属 脸上浮现出一丝无畏的神色 和北齐人打仗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们这么无用 下属们惭愧地低着头 胸膛不停起伏着 心里好生不服气 心想这些小兔崽子 哪里是自己的对手 只是娘的 这些小兔崽子下手太狠 自己又不可能真的将 这些国公的孙子们亲手宰了 打起来自然吃亏 邓紫月此时也下了马车 铁素着一张脸 往着外围逼得越来越近的少年 那些少年们正在嚣张地大笑着 提着带血的执刀 像看着银颈就戳得小鸡子一样 看着马车周边的这些人 大人 对方的身份有些 请放心 我们一定能处理得好 邓紫月看着范贤 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沉声解释道 范贤气急反笑道 什么身份 我只知道这是一群拦路的小贼 居然还搞得自己受了伤 传出去不得被人笑死 喂 那小子 你们说什么呢 领头的权贵少年 已经骑马逼近了马车 梅雨间的那丝力气更加明显了 把你车里那姑娘交出来 再让你这些没用的手下自断一根 胳膊 小爷今天就放你一马 范贤看了他一眼 又转过头来 那位权贵少年音策说道 你这小白脸 说你呢 快把人交出来 居然敢和抱月楼作对 想怎么死呢 要不要尝试一下 咱们新晋发明的巨棒之行 这话里明显带着阴谢和侮辱的意味 那些面带骄横的少年们 齐声哄笑了起来 范贤里都不理少年口中 那一串惊叹 眯着眼看着自己的这些下属 继续说道 只要是敌人 出手就要狠 不管是外面的敌人 还是里面的敌人 这个道理 难道你们以前没有学过 是不是觉着跟着我很轻松 所以全还给老脖子了 见马车前的这位年轻公子根 不理会自己的问话 那位权贵少年气得不善 怒上心头 浑忘了抱月楼交代的事情 口里说着脏话 一马鞭就向范贤的头上抽了过来 二人相距还有些远 这马鞭不过数尺长 怎么也抽不到范贤的头上 应该只是做事恐吓罢了 范贤眼瞳里闪过那丝边影 闪过一丝冰冷的颜色 然后抬起了左手 阿德一声惨叫 划破了夜空 那名权贵少年的马鞭 早已跌落到了地上 抱着自己的手腕 痛得嚎叫了起来 一只黑色的弩箭 竟是如鬼魂一般射出 生生刺穿了他的手掌 鲜血滴答滴答地 顺着那名少年的手掌 往下滴着 四周的少年们都傻了眼 天了 对方居然敢用弩箭 对方居然敢用弩箭射自己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这些人的身份吗 这些少年们虽然平日里为非作歹 手下都曾经闹过人命 对于生命缺乏应有的尊重 可以说是天性良薄 但真正遇见有人敢用 这种致命的武器伤害自己 却还是头一遭 不免在惊恶之余 生出了些许力衡之气 此时场间 众人在望向范贤的眼神 显得无比怪异 似乎像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大人 邓紫月也是一惊 生怕提斯大人动起怒来 将场中这群小兔崽子们全杀了 如果真闹出这般颇天大的事情 为了庆国朝廷以及军方的安稳 提斯大人再如何受圣宠 只怕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范贤缓缓收回自己的左手 松开了扣在饥黄枝上的手指 扫尸了四周少年一眼 没有回答邓紫月的话 淡淡的目光 在这些少年的脸上浮过一遍 他发现这些人年纪确实很小 最小的甚至不过才将将十岁左右 稚嫩的面容里夹着凶残 虽然凶残 但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难怪起年小组的人刚才下手会如此迟缓 他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自己胸中的怒气 瞇着眼睛 对面前的权贵少年们说道 拦路者死 你们谁还想坐挡在车前的螳螂小胳膊 他那记阴森恐怖的黑色弩剑 只是暂时震害住了这些 无法无天的少年心性 不过树西功夫 那些少年眼中地畏惧之色 又开始被胆大包天的暴力之色掩盖 那位重见的权贵少年夹着哭声嚎叫道 还等什么 给我宰了他们 全宰了 拉苍山填坑去 你杀过人吗 范贤忽然偏头 很感兴趣地问了一句 那位权贵少年一正之后 尖声哭嚎道 像你这种砸碎 老子一天要杀一个 二人对话间 那些少年们已经冲了上来 满脸的亢奋 于是血 范贤挥手指住属下拔刀 准备砍杀的动作 一片嘶喊之中 范贤其快无比地伸出右手 扼住了迎面一刀 那位少年的手腕 手指星号星号 喀喇一声 那少年的腕骨被捏碎了 惨嚎着捂着手腕 倒在了地上 一侧身 退入另一个少年的怀中 手巧妙地搭在对方的小臂上 以自己的肩膀为支点 往下一摁 喀吱一声脆响 就像沾了糖浆的红极一般 这只柔弱的小胳膊 从中断了 一个漂亮的回旋梯 却极阴险地将腿放低了一尺 正好横扫在一位满脸阴狠之色 扑来的少年腰间 这一脚的力量极大 估摸着这位喷血而飞的少年 至少要在家里躺几个月 往前踏了一步 左手一力 砍在来袭之人的颈部 那人闷哼都没有发出一声 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范贤就像一只游魂一般 行走在这些如狼似虎 满脸狠立的少年之间 见或一出手 便会让一人躺下 长街之上 只能听得见一声 接着一声的骨折之声 咔咔咔咔 众少年轻蔑而无耻的叫骂声 已经没有了 一股子恐惧的气氛 随着场中人到得越来越多 而逐渐向外蔓延着 最外围的有几个少年 已经开始偷偷往长街尽头溜走 咔咔咔咔 像是在打羹 这个世界上没有阎望 但少年们还是觉得 这些骨折的声音 就像是索命的小鬼 在无情而冷漠地敲打着羹骨 包括邓紫月在内的起年小组 都瞪大着眼睛看着场中 毛子里全是钦佩静伏之色 虽然自己这些人 也可以将这些少年击退 但肯定没有他做得如此干净利落 下手又很右准 既让对方重伤难起 又不至于要了对方性命 石产利蒙着眼睛连连摇头 不忍去看这一幕 桑文姑娘却是咬着下唇 看着范提斯冷静地出手 心中十分兴奋 她知道这些少年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知道这些少年们不知道害苦了京都多少百姓 看似很久的时间 其实只是片刻功夫 除了那些逃走的少年 剩下的都被范贤用重手法断了骨头 凄惨地倒卧在街上 直到此时 哀哟连连的惨呼声 才想了起来 范贤看着脚边那些流着血 捧着断肢 再也狠不起来的少年们 有些欣慰地揉了揉刚刚活动开的手腕 看来小时候根费先生学的人体构造 还没有完全丢下 然后她对邓子月很严肃认真的交代道 以后这种情况 别再让我出手了 真丢不起这人 她走到看似领头的那位权贵少年面前 温和笑着问道 你是谁家的 这少年果然够狠 手上还穿着一支弩剑 而且眼瞧着范贤的阴森手段 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反而恶狠狠说道 有种你就杀了我 不然你就等着满门抄斩吧 范贤笑着摇了摇手指头 第一 我不会杀你 第二 满门抄斩这种话不能乱说 只有陛下才有资格说这种话 如果你下次再说这种话 说不定你家就可能被满门抄斩了 她没有兴趣再问这个 满脸立乖之气的权贵少年 挥挥手 示意车夫将马车开了过来 这时候 远远在街头打着火把 为自家小主子们助威 聊当麻木看客的下人们 才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这些下人们见此场景 哪里还敢对这辆马车如何 只是在众多的商员里 寻到自家的主子 用一种大黑狗般的眼光 看着那辆缓缓行过的 没有任何标记的马车 此时范贤一行人已经上了马车 受伤的两名下属羞愧万分地 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马车之上 范贤闭着眼睛养神 就像刚才没有出手一般 马车里其他的人见他沉默 自然也不敢开口 忽然间 范贤睁开双眼 轻声说道 这事有古怪 为了一个妓院 怎么可能使唤得动这些是血的小兔崽子 邓紫月问道 打伤了这么多国公家的小爷们 要不要准备一下 毕竟大人的身份瞒不了多少人 范贤看了他一眼 说道 一群落魄公侯 理他们多余 关键是背后的人 邓紫月沉声请示道 接下来怎么办 范贤笑了笑 说道 明天你去报月楼 把那一万两银子要回来 メ是我 这是跟着 搞�另我要 有缓